鼓励身心障碍学童学习一技之长 台中青民学校在企业的支持下 推出了烘焙职人培训计划 邀请对烘焙有兴趣的学生提供专业指导 从手作饼干、面包、甜点等种类相当多元 未来也将协助他们考取烘焙征兆 增加未来的就业竞争力 明台高中与中心大学互赠界面礼物 为双方教育结盟合作揭开序幕 明台与新大推出意大利的CFIQ课程 以及中心大学的多项管理课程 推动国际教育 他采集了中心大学的学分认证的标准 你在这边上了课以后 未来往中心大学升学 他的学分全部都有折底 那我们的同学来上的话 那就是等于一个大学的先修课程 所以这是一个跨校的学分认证的合作 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的专业教学课程 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一页 明台表示 同时学校十多年来在国际教育的努力 颇有成果获得新大肯定 也展开这一次的合作 未来将开设获得欧盟认证课程 学生休息后可以从事相关职业 也可以折顶新大学分 同时这学院也提供民众进修 让更多热爱意识 发誓美食文化与餐饮同好 获得专业且高质感的学习管道 这一个在国外是行之有连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在明台能走出这第一步来做课程 推广学分课程的合作来进行这个大学学分先修班的进行 这间学校也请到意大利主厨现场示范甜点 让学子见世道主厨对料理的坚持与记忆 今年4月起将陆续开设意识料理 品酒 咖啡 烘焙等课程 让大家一同感受异国料理的美味 记得纯专台中采访报道